早上十點多 白色特斯拉上橋前突然往右偏 接著撞上分隔島 大力撞擊 不只車身彈起 耗質感也大力晃動 接著看到車體零件噴飛 而電動車立刻冒出把煙 第一時間路過的車輛都靠邊停 一旁工地還有路過騎士 上前救援 沒多久特斯拉燒成一團火球 而且火勢越燒越大 民眾行車畫面也記錄下 對象車道白色特斯拉撞上分隔島後 發出了巨大聲響 遠方好幾個人影匆忙抬著男子往外衝 因為就差幾秒鐘 大火就要燒到人 事發後附近民眾有人忙著救人 有人協助報案 現場還不斷傳出爆炸聲響 民眾從車上拉出一大一小負資檔 小朋友受到驚嚇 沒有明顯外傷 而爸爸則是頭部手部都是血 手證實是藝人林志穎 事發在二十二號一早十點多 林志穎開車載著兒子行進桃園中正橋 畫面中車輛剛回轉 沒多久原本執行的車上橋前 就撞上了分隔島 送信治療後 平面媒體報導林志穎意識不清 全身多處骨折 顏面骨折 手術後將影響面容 對於報導家屬否認 只說周一會對外說明 先感謝這次能在這麼危難的時候 將我哥哥林志穎從車上救下來的熱心民眾 就是有這麼熱心跟勇敢的一群民眾 才讓讓志穎能很平安的可以來到醫院 我只能透露是他目前的傷勢是相對的穩定 我想接下來的兩三天會是比較大的一個重點 林志穎九側指示林 愛車城池的他還是賽車手 但在平面道路 怎麼會失控撞上分隔島 詳細原因 恐怕得等他恢復健康後 才能夠還原 事發經過